逐領BNO今天有幾個人 不知為何 會WhatsApp我 問我怎樣拿BNO 林匡正是比較好人 他經常說你上來這裡 我不會的 為甚麼呢 我是很忙的 下午很多事做 要看新聞 要做一個Drava 要做一個稿 要做一個Flow 要做一個One Down 所以我做 一般來說 都是希望合作一次做 我們剛剛4月搞一個大BNO日 很多朋友到那時候到現在都未拿到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中間的Kick 其實都在我身上 我未有空和你們回答信 甚至乎有些我回答完回去 他又再把那封信 寄給那個Apricant 要再回答多次 那些朋友 你等我通知 我都會通知你們 我再和你們看怎樣回答 其實就是BNO 我們現在和人拿BNO的截止日 BNO就不會截止 但是呢 用這個方法和你們拿BNO 是去到5月13日 今天9日9日9日 即是 星期 日晚12點 當然用英國時間計 他就再不接受 我們現在這個 我和林郎正現在這個方法 和你們浪費 就是和你們申請的 是接受新的方法 新方法 當然我們給一些時間 一定會再騙到 就是看看怎樣做 但問題是 他的要求其實是 是很離譜 好似我們有些朋友 不見了BNO的 他request你 又給出世子的證本 寄上去 我今天又收到的通訊 不行 要去cording他們的新的 policy 要去父母的出世子 或者 結婚證書 大部分是沒有的 那怎麼辦呢 結果就是要 變成我要打信去 或者你要打信去 你跟他解釋 要跟他認識 然後再拿第二第三樣東西 譬如Passport 那你只是這些 其實是很花時間的 我覺得 我們其實 林匡正不知道 他沒有你這些東西 真的信我收回我看 我們是未必 再有能力 和大家 在這樣的程序下 做到BNO 我覺得 因為我們譬如說 做一百本裏面 差不多是六七十本 要答問題 答極都不滿意 因為我們譬如說 做一百本裏面 差不多是六七十本 要答問題 答極都不滿意 他們的新 policy 而有些是你們給不到的 譬如說 爸爸媽媽出世子沒有 他們結婚證書有關 沒有啊 那舊護照也有關 有些真的沒有 或者爸爸媽媽不肯給你 或者 跟爸爸媽媽關係不好 那怎麼辦呢 那變成 我到現在未試過 有個朋友 是拿過BNO 而申請不到BNO 是一個都沒有 我的日子 但是 實在這樣是太煩了 好像我現在飯都未吃 我打算做完節目 我就要專門坐在那裡 因為如果我不是這樣坐在那裡 明天 我又是這樣的flow 又是這樣的one down 那我怎麼做呢 這些事情始終要做 我要回答 我只能夾管那些問題 放在實彈桌上 乘搭東西 逐個要回答 逐個要call你們 call你們 你們有些人不馬上聽電話 有些人拿出世子 三個星期都拿不到 我做事就急 最好我call完 你們明天拿給我 立即和你們寄 變成我們 繼續能夠和大家 去申請BNO 我不知道 應該可以的 但是不會是這麼短時間之內 那我覺得他這樣做 是有過去的計算 為什麼要這麼 我這裡我不會詳細說 有見及此 我要這麼說 如果你們真的想在13日之前 即星期英國時間 這個星期日 即星期一的凌晨12點之前 用舊的方法去錄到BNO 因為林康正正有去日本 那你就WhatsApp我 66982429 那如果有十多二十個人 那我就做 另外算了 因為十多二十個人 我就專程回去做 不然我要專程回去做 如果沒有就算了 OK 66982429 那如果你說自己應該會做到 Try自己做 OK 因為其實真的很煩 很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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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直接看見 是回答完再回答 有時候說你counter sign 我一直都可以的 突然說你不行 有時候又說你counter sign 不行 我一直都可以的 突然說你不行 但有些人說你不行 即100個裏面 有兩個說你不行 那你又要浪費 浪費過 浪費過就再結過去 然後又不是說那樣 又說你沒得上 那算怎樣 我是很懷疑 以前是否鬆 為什麼呢 大家搞清楚 BNO是有你們所有的 record 他們本身有的 基本上是不需要這麼刁難的 他現在突然間這麼刁難 我想 是有很多事情 在潛在裏面的 譬如 他懷疑會不會有些 因為為什麼 過去香港和英國的關係 這麼close 但是近年英國 連你那些車牌 他都不想承認這麼多 因為是太多人 是大陸人下來香港 換了香港的車牌 在英國招搖撞片 那他可能不能夠排除 會不會是 因為現在針對的最主要就是 不見了BNO人 但是我們和找我們去續期的 很多 其實因為他不見了 他才不懂怎樣續 那他就會懷疑這個人的身份 會不會是 什麼呢 我懷疑他是這樣 當然了 更加希望的 原來就是 他真的在英國盤算脫歐之後 怎樣 英國人最厲害的 飄飄亮亮地 又拿回一些面子 又有著數 他如果現在說給 這個可能是遠一點 他說給居留權 以及給 passport 我們已經有了 給居留權 BNO的人 對他來說 什麼損失都沒有 但是我面子就拿回來了 也分分鐘拿了很多錢 因為他也可以在這個 他們自己擁有主權的 國籍法裏加一些條件 譬如BNO 我是有居住權的 現在不同以前 不過你要證明你有能力 什麼什麼 要住過多少年才可以 什麼什麼 我想這個很合理 絕對是 我跟大家說 最後我剛才說的一段 先是我說的 就是 我這樣說 會聽你就會聽 不會聽就不會聽 那就盡快自己拿回BNO 入牢 出門門